最近日本的再次被舆论推送到了热搜榜,因北方四岛的问题,俄日两国的矛盾是愈演愈热,有专家称,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一触即发, 然而面对俄方的雄厚的军事力量,事实上,安倍也是知道自己的实力的,对此近日竟然求助美国这位老大哥北方四岛局势已定,黑力又出惊人言论,普京迅速回应不留情面,据了解,近日安倍多次绑美国,不仅仅是因为美国贸易战争牵扯到日本,实际上真正的目的,主要是想要利用美国,能够参与和日本夺岛的事件中,事实上, 明言人一下就能看出来,美国不可能为了一个日本彻底让美俄两国之间的矛盾计划,这也是特朗普不想看到的,对此近日驻联合国大使馆黑力代表,竟然公然喊话俄方趁,一旦俄方不归还四岛,联合国必将强势介入,到时候俄方的厄运将至了,北方四岛局势已定,黑力又出惊人言论, 普京迅速回应不留情面,分析人士坦言,美国词句真的是一箭双雕,想要利用联合国噱头对付俄罗斯,这不仅仅是给联合国压力,更是让俄方难堪, 但是万万没想到,俄方总统坦言趁,北方四岛的问题一直是俄日两国之间的事情,并不需要其他国家掺和,对于美国的激将法,那么可以试一试,有损俄罗斯利益的,俄方绝不屈服,北方四岛局势已定,黑力又出惊人言论,普京迅速回应不留情面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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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